繼續玩 沒有 我們要玩這個遊戲是 它有分為 Grober 全球斧跟亞洲斧 然後這是西雄戰機 然後我們取的名字是 Mobile Game Best Information Site Site 手機遊戲攻略質詢戰 然後進行遊戲 這遊戲的玩法一開始還蠻可愛的 攻殼做得不錯 你可以點擊攻擊手進行攻擊的動作 把它射下來 我們就可以叫它幫我們攻擊 這遊戲的英雄也太多隻 我們可以隨時召喚呢 英雄做來進行鬥塔的工作 你要法師 喔 超酷 法師超酷 好好玩喔 我知道這類型的遊戲很好玩 這類型的遊戲很好玩 因為這類型的遊戲之前是單機的嘛 對不對 可是它現在有線上的 然後我們這一幅是亞洲斧 然後它還有一個是全球伺服器 那它說呢 最終獎勵會送四星的英雄選擇券 我們來英雄召喚一下 遊戲還蠻自由的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多的前導劇情 這樣子 英雄的部分我們一開始有兩隻 我們一開始有 一開始就有這些新手角色可以做選擇 其實基本的角色 然後我們剛才有抽到兩隻嘛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其實呢 可以把英雄做一個放上去的動作 像是我們有兩隻法師 那我們可以把他加入隊伍 欸 可能選一隻加入隊伍 那我們要選哪一隻 那選火焰魔法師 要是一個屬性只能選一隻 對 然後這邊要介紹的是 冒險之路就是 你繼續關卡最終他會送你一個四星的英雄 挑戰任務就是呢 任務有可以獲得大量的金幣 活動的話呢 七雄戰技呢 活動可以直接從這邊取得 取得資訊 那我們就直接演示一下一日二 好 這邊是全島劇情的部分 好 開始戰鬥了 好笑欸 結果我拍他要讓他死掉 哇 他自己就會贏了 一定有那個 喔 我就知道 一定有那個 一定有那個 好吧 我們開始 喔 還有喔 開始了 我們這樣出火焰魔法師跟續機了 啊啊 我的法師 我的法師 不要這樣 我們先等能量到呢 可以召喚大致一點的東西 喔 被我電死了 所以BOSS就一隻東西了 BOSS沒有那個 沒有補到喔 其實這遊戲也跟搶救殺戀蠻相對 蠻相對的 搶救殺戀蠻相對的 搶救殺戀蠻相對的 是這種方法 可是 裡面英雄就差很多 對不對 現在這遊戲的 H就做的比較好 生長的部分 就是直接撐 然後 領取獎勵嘛 這樣就順利是0-2000的啦 這次還離我們的四星英雄招的角度就很近了 然後也快速的升到兩等了 偉大的賢者 好我們派這隻 這隻呢可以 所以其實我那隻本來不是賢者 我那隻是抽到的 喔這邊可以瞄準對面進行射擊 這一個呢 我們可以等三星的那隻出來再按 你看這邊可以進行射擊 然後可以進行打雷的動作 然後可以進行打雷的動作 這樣就行 喔這樣還要跟著等級提升耶 真的值得玩耶 領取一下獎勵 然後我們再繼續下一關 這一關呢 啊我們也開啟競技場了 競技場的部分呢就是 選擇收集對象以後呢 就可以進行戰鬥的部分 是不是 而且一開始攻擊的動作 火焰的法師那張老乳丸算還蠻合比的 這邊我們就進行生命了 我們獲得一次火焰 火焰英雄耶 這樣我們可以再把它裝上去 我們剛才是獲得英雄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裝上去 看起來 有兩隻 那我們就可以用 哪一隻比較好 可是守護者反而比那個不好 奇怪了 這邊可以繼續的進行觀看的動作 然後呢 這一隻是 再挑戰一隻是的部分 不用繼續進行一隻是 這是什麼好滑稽喔 他們的表情被追了 快就死頭了 死頭人算是蠻坦的 應該要等一下又被更合了 死頭人 快叫他們的王牌出來 欸沒有 比我會欸 這邊只要派兩隻石頭人 加兩隻的法師 應該就可以把他們紅死了 石頭人跟法師就可以紅死這些 小屁屁 最後我們可以拉過去 我們可以進行打雷的動作 三隻石頭人加二隻法師 是第四隻石頭人 這樣就輕鬆好的勝利啦 我們那隻法師真的很強 好吧 那現在只能幫大家隱私到這裡 那如果想要繼續剪下去的話 就可以下載這個遊戲來玩囉 然後最終的獎勵是 四星的英雄行動券 如果有興趣的就是 可以下載來玩啦 這樣子 然後遊戲獲取元寶的方式 其實也是蠻簡單的 只要解 解該解的任務呢 就可以獲取 一樣的元寶 然後這邊也有好友隨時會加你啊 然後這邊有一些特性 現實的販賣之類的 基本上活動算蠻多的 然後這邊是你的洞窟 你自己的小洞窟這樣子 我們終於看到圖鑑了 在這邊找 天啊好多隻喔 我的天 大家喜歡什麼 我們幫大家演示一下 我們從 我們從 我們從普通的開始看好不好 我們從普通的開始看 多隻吧 應該都看到了齁 我剛才是不是演示呢 好吧 這樣子繼續演示 哇這隻 火焰魔法師五星的 這是我剛才用的那隻 然後這是火焰弓箭手 然後這邊是紫色的部分 火焰魔法師紫色的 我們看六星的比較準 就是最高級 唉唷 獨雪到這了 火焰冰雪魔法師 好酷喔 黃冠的話 喔有亮牌有亮牌 喔還有一個是六星的 喔還有一個是六星的 可以慢慢的升到 六星 然後這是劇毒的 有劇毒魔法師啊 所以看你要哪一種魔法師啊 對不對 所以有野獸魔法師嗎 欸真的有 你說沒有這是五師嗎 欸超酷的這遊戲 好酷喔 銀刺魔法師嗎 欸真的 欸好酷喔 瘦龍魔法師 欸真的 然後暗龍魔法師 欸真的 超炫超炫 就是一系列的 赤天使魔法師 蛤 太正了吧 神在病人那麼多 狂鹿魔法師 哇嗚 太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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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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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自己就会赢了 一定有那个 哦我就知道了 一定有那个 好吧我们开始 哦还有啊 快死了 你们这样出口也没有法师 跟他们有法师 我的法师我的法师 不要这样 我们先等能量到 可以召唤大致一点的东西 哦被我电死了 所以BOSS就一只东西哦 BOSS没有那个 没有评到 其实这游戏也跟抢救夏令蛮相当的 抢救夏令也是这种方法 可是 里面英雄就差很多 现在这游戏的 H就做得比较好 生长的部分 就是直接撑 然后 领取奖励嘛 这样就顺利0到2千了 这才离我们的四星英雄招船就很近了 很近了 然后也快速的升到2等了 偉大的贤者 我们继续玩 没有我们要玩这个游戏是 它有分为 Grober 全球斧跟亚洲斧 然后这是西雄战绩 然后我们取的名字是 Mobile Game Best Information Site 嗯 Site 手机游戏攻略咨询战 然后 进行游戏 哇这游戏的玩法一开始还蛮可爱的 风格做得不错 我们可以点击攻击手进行攻击的动作 把他射下来 我们就可以叫他帮我们攻击 我对游戏的英雄也太多质 我们可以随时召喚呢 英雄做来进行斗塔的工作 工作 我们要法师 我们要法师 看法 超酷法师超酷 好好玩喔 我知道这类型的游戏很好玩 这类型 这类型的游戏如果出玩类的话 因为这类型的游戏之前是单机的嘛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有线上的 然后 我们这一股是亚洲裤 对然后他有 还有一个是全球伺服器 这样子 那他说呢 最终奖励会送四星的英雄选择券 我们来英雄召喚一下 游戏还蛮自由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多的前导剧情 这样子 英雄的部分我们一开始有两只 他没有一开始有 一开始就有这些新手角色可以做选择 学基本的角色 然后我们刚才有抽到两只嘛 对不对 然后其实呢 可以把英雄做一个放上去的动作 像是我们有两只法师 天啊好多只哦 我的天 大家喜欢什么 我们帮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从 我们从普通的开始看好不好 我们从普通的开始看 好多只吧 应该都看到了 我刚才是不是演示那牌 好吧 这样子续续演示 哇这只 火焰魔法师五星的 这是我刚才用的那只 然后这是火焰弓箭手 然后这边是紫色的部分 火焰魔法师紫色的 我们看六星的比较准 就是最高级 哎哟 朱雪倒者 哇哦冰雪魔法师 好酷哦 皇冠的话 哦有亮牌有亮牌 哦还有一个是六星的 所以呢可以慢慢的升到六星 然后这是剧毒的 又有剧毒魔法师啊 所以看你要那一只魔法师啊 对不对 所以有野兽魔法师吗 欸真的有 你知道没有这些武士吗 欸超酷的 这游戏 银翅魔法师吗 欸真的啦 欸好酷哦 瘦狼魔法师 欸真的 然后暗龙魔法师 欸真的 哇 超炫的超炫的 就是一系列的啊 赤天使魔法师 太正了吧 好我们拍这只 这只呢可以 好我们拍这只 所以其实我那只本来不是先这 我那只是抽到的啊 哦这边可以瞄准 对面进行射击 这一个呢 我们可以等三星的那只出来再按 好 你看这边可以进行射击 然后可以进行打雷的动作 看就行了 哦 哦这样还要跟着等级提升耶 真的值得玩啊 领取一下奖励 好我们再继续 下一关 这一关呢 啊我们开启竞技场了 竞技场的部分呢就是 选择搜寻队下以后呢 就可以进行战斗的部分 战... 战斗的部分就是 全部的英雄都会上场 然后进行攻击的动作 哦火焰的法师那张老虎杀 还蛮OP的 这边我们就进行射击了 哦我们获得一次火焰 火焰... 火焰英雄耶 这样我们可以再把它装上去啊 等一下 我们盖师获得英雄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装上去啊 看一下 有时有两只耶 那我们就可以用了 哪一只比较好 二七八一七 可是守护者反而比... 比那个不好 奇怪了 这边可以继续的进行攻击的动作 然后呢... 就一只四... 再考上一只四的部分 不用继续进行一只四... 这是什么豪华机哦 他们的表情被追了 然后呢... 就一只四... 再考上一只四的部分 不用继续进行一只四... 这是什么豪华机哦 他们的表情被追了 应该又等下又被更可了 石头人 他叫他们的王牌出来 欸没有 也会耶 这只要派两只石头人 加两只的法师 应该就可以把他们哄死了 石头人跟法师就可以哄死这些 小屁屁 我们可以拉过去 以后我们可以拉过去 我们可以进行大雷的动作 三只四手人加二只法师 是... 第四只四手 这样就轻松了我们的胜利啦 我... 我们那只法师真的很强 好吧那現在只能幫大家演示到這裡 那如果想要繼續剪下去的話 就可以下載這個遊戲來玩囉 然後最終的獎勵是四星的英雄形容卷 如果有興趣的就是可以下載來玩 然後遊戲獲取元寶的方式 其實也是蠻簡單的 只要解 解該解的任務呢就可以獲取一樣的元寶 然後這邊也有好友隨時會加你啊 然後這邊有一些限時的販賣之類的 基本上活動算蠻多的 然後這邊是你的洞窟 你自己的小洞窟這樣子 我們真的看到圖鑑了在那邊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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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